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还有美国的苹果手机一直被大众所追捧 它是美国苹果公司研发的智能手机系列 在智能手机行业中iPhone算是比较出众的 近日就有一个外国小哥想到了 用三星手机与苹果手机做一个实验 同时用汽油燃烧这两部手机会发生什么有趣的现象呢 我们来一起随着视频来见识一下吧 在实验的刚开始 我们的外国小哥拿出了两个不同品牌的手机测试了一下功能 然后就用汽油浇湿两个手机 一根火柴点火 我们可以看到汽油也是瞬间燃烧 两个手机在火焰中慢慢的屏幕开始黑屏 烧了一会儿之后用水灭火 查看了一下两个手机的状态 苹果和三星手机都能亮屏 但是屏幕已经坏了失去控制 接下来继续燃烧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手机都已经完全坏了 不知道外国小哥是否心疼 要是你的话 会不会用手机做这种实验呢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好了 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每天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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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